而63年那只兔子来说,是最容易因为金钱上的糾纷, 而导致,我们叫怎么说,是惹想麻烦的, 所以出现63年那只兔子,理论上应该怎么说, 就是说钱银瓜葛的东西清清楚楚, 我们叫做,免得他为金钱而惹想官非, 所以你告我,我告你那些麻烦的东西, 所以63年的兔子要留意的, 而51年的兔子不知什么事了, 明年我们叫做,